在疫情下, 有一點不舒服 都心驚膽戰 會不會是我中招呢? 一想到這裡 恨不得馬上檢測, 馬上知道結果 最初等兩天了 如果染了, 到處會惹人 去診所也有些風險 因為很多人, 自己做就好像比較安全 再說, 科研公司推出了快速檢測的產品 產品施用的技術 是由英國牛津大學研發 以及通過了歐盟醫療儀器的要求 只需要三個步驟 就可以快速知道檢測結果了 這個產品投資超過2800萬美元 獨立包裝之餘, 操作簡單 只要插電之後, 根據指示 將棉花棒塞入每邊的鼻孔去搖 每邊隔15秒 再將棉花棒放入這個樣本瓶 用蓋一切, 就可以切開 奧兩奧放入主機裡, 大概20分鐘出結果 之後就會記錄在應用程式中 如果陰性的就是綠色 如果陽性的就是紅色 這個家用快速檢測儀器 是使用英國牛津大學研發出來的 分子核酸抗爭技術的 提供PCR質量的檢測結果 而且準確度高 甚至連新冠肺炎的變種病毒Delta 都能夠檢測出來 這個產品可以作為初步篩查用途 其實分子核酸確診測試 已經被全世界很多國家廣泛使用 例如英國、美國 已經可以作為入境人士的 新冠肺炎陰性證明 大部分快速檢測產品上 提及的抗原測試 和核酸測試又有甚麼分別呢 抗原測試是針對藥本裡的病毒 表層的蛋白來進行偵測 而核酸測試就是針對病毒的基因 來進行偵測 而且透過對基因數目的抗爭 我們可以識別感染的程度 而且核酸測試 其實是可以分辨到 已經有感染 而還沒有病徵的病人 家裡可以做檢測固然令人安心 不過要防疫 做出個人防護措施 絕對不可以缺少 因為完成疫苗的接種 其實不代表完全能夠避免感染 或者去傳染其他人 所以有一個適當 而又準確的測試 才能夠真正的保護自己 和身邊的病毒